成家立业 我想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了 那如果在人生的旅程中 有一輛好車的相伴 不只可以讓你事半功倍 那還可以帶給你幸福快樂的生活 那有這樣的神車嗎 有的 我想它就是Torta Santa 因為它是一款物媒價廉的車子 你想想看你只要花個六十幾到八十幾萬元 就可以買到一台機能強 空間大 而且養起來負擔不會那麼重的車 它很接地氣 符合現在大家所強調的庶民經濟 另外重點是 它同時提供了五人座跟七人座兩種車型 七人座車型可以讓你幸福成家 不管你是生一個兩個三個四個小孩子 又或者要三代同堂一起出遊 那麼七人座的大空間絕對符合你的需求 那五人座車型可以讓你成功立業 我知道現在很多人想要青年創業 做點小生意 打拼一下發展自己的事業 那麼五人座它的大空間就是你的身材工具 Centa真的有我說的那麼神嗎 今天我們特別找兩組人馬來試駕 Centa五人座跟七人座車型 讓他們來告訴你Centa好不好 因為我上班的關係我在海巡服務 平常都是在船上的時間會比較多 所以我在想說我休假的時候是想多一點時間 跟多一點空間可以陪伴家人 然後呢我現在就是說 我除了帶家人之外呢 我的爸爸媽媽 我也想要一起載出去 Centa這台車對我們家來講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它的車底盤比較低 所以我們在上下車的時候 我們比較不用去擔心小朋友他會摔倒的這個問題 然後再來是說如果說家中的長輩 他因為行動不方便 所以呢他可能需要比較低的底盤的車子 這樣 上車的時候有沒有很好上 有 是不是很好上 很輕鬆對不對 對不用用爬的腳也不會被卡住是嗎 對 電動滑門這一次是我第一次使用 我覺得相當相當的方便 超超方便 因為我除了從車子的外面可以控制之外 然後我還可以從駕駛座上面去做控制 我常常因為要下車的時候 我都會左顧右看 看旁邊有沒有機車有沒有汽車 有沒有會串出來 生怕他會去撞到我的車門 所以我現在呢 現在用了這個之後 小朋友上下車我就非常非常放心了 再加上如果家中的停車位 那又比較小 比較小的時候旁邊又有車 有時候要開車門 小朋友根本根本就沒有辦法下來 所以有電動側滑門的話 他很方便很輕鬆的 就算哪怕停車位那再怎麼小 他還是可以下來這樣 Cienta這一台車其實我蠻喜歡他的內裝的皮椅的設計 帶來配色 就是他是黑色然後邊框那邊是配上皮革的顏色 那我覺得看起來就很大方 而且因為我們家有小孩 黑色的話其實比較好清理 然後還有就是 我其實很喜歡他的杯架的地方 因為一般車子比較少把杯架放在前面 不是說副駕駛座那邊 所以當你在拿去飲料或是你要喝水的時候 然後我就覺得很方便 不會說還要再轉個身 然後到旁邊中間那邊中島的地方去拿去 那還有他的置物空間 我覺得配色也蠻漂亮的 而且其實他就是用零格式的花紋 就是當你的那個叫什麼手套箱嘛 打開的時候 其實我這邊有點驚艷 就是打開哇是他的配色是有點橘色 那就整個感覺很活潑 就是他的第三排他的空間 其實不像一般車子一樣 腳就是不會卡在裡面 他就是他下面那邊有個洞 可以讓你的腳就是可以伸進去 就是不會卡 就是不會卡住 很棒很舒服 這次是第一次讓我使用PBM環景系統 這個系統讓我覺得非常非常驚訝 因為他可以看到我很多我看不到的視角 然後這個環景系統其實對我來講的話 幫助那最大的是可以幫忙我的太太 因為我太太她就說了 就是有這個畫面 你在倒車的時候跟停車的時候 對 像這種車我就敢開 有了這個PK SBR倒車輔助系系統 再讓我進入昏暗的地下室 我會非常非常的放行 我不會擔心我會撞到牆 像我之前的車是開WISH 我現在開到Sienta之後 我發覺到它雖然只有1800CC 可是我在乘坐在駕駛的感覺 跑山路跑平地的感覺完全不像只有1800CC 然後再加上它的變速箱非常非常的滑順 然後坐起來沒有頓挫感 像我的WISH就會有頓挫感 可是這一台Sienta完完全全的它都沒有 操控我覺得開起來非常的順手 然後我家人啊坐起來非常的安心 真的 然後不會搖晃 不會有不舒適的感覺 操控性 以修理車來講真的非常非常好開 會 然後我是覺得 因為我下一台車 因為我車畢竟車也是舊了 然後我現在下一台車 我的首選就是Sienta 因為它真的是非常符合我的期待 而且物超所知 然後我本身呢就是從事園藝方面的工作 那園藝工作就是會去中庭啊 修剪樹木啊 處處草啊這一類的 然後我現在這個園藝工作算是已經穩定下來了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就開始朝著自己的理想 就是我想要 擁有自己的一間盆栽店 然後去做一些中小型空間的 植栽的布置設計這樣 那既然自己開店的話 就基本上就會需要一台工作車 那因為我平常就是工作的時候 都要載工具出門嘛 那其實以載工具這種來講的話 一定是買小發財會是最方便的 不過因為上次我之前去日本旅遊的時候 然後剛好那時候我有去日本的相見 就看到他們鄉下的那些做園藝的人啊 他們的老闆 他們都是用Sienna在植栽 然後看一下它的空間好像還蠻適合的 我想說那會不會 其實我不一定要考慮發財車 像這種小型的Van 它除了我平常工作用得到 可以載貨之外 那假設是假日的時候 我可能想要載我的家人啊朋友 不去玩 那其實這種車也比發財車更實用 所以我想說那我今天就來 試試看這台車到底 會不會符合我的需求 這樣子 因為像我自己本身開的粉載墊 它其實是跟那種空間設計有點相關 那 所以我自己本來就對外型會比較講究一點 那Sienna跟小發財比起來的話 那Sienna的外型應該比較多會使用的感覺 那如果今天客戶需要坐我的車 也會比較舒服 所以以外型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Sienna可能這方面是比較好的選擇 那而且這台車的內裝呢 其實它是蠻有設計感的 我自己這樣看的感覺 就跟發財車比起來 它是兩馬子式 所以它的內裝我是真的很喜歡 而且這個用起來啊 不管冷氣還是音響什麼的 都比較高級 它讓我想到很像日本的KCar 我自己是很喜歡KCar那種 就是運用很多小空間啊 可以擺很多東西這種設計 所以我是還蠻喜歡的 身為一個園藝工作者呢 那我們的車子裡面有放一些 工具是合情合理的 那一般來講呢 我們園藝業 最常會用到的就是 你現在眼前看到的這些 好像是這個修離機啊 除草機 古工機電鋸圓銷等等 那這些東西有個特色 就是它們都是比較 長的物體 所以如果我今天想要選一台 車能夠載下這些工具的話 它就必須要一個很長 很長比較狹長 應該說比較深的空間 可以讓我擺下這些東西 那我等一下就來看看 時間塔 到底可以把這些東西放進去 那我是呢 很喜歡這個第二排椅子 因為它平常可以 舒服載人之外呢 那像我要載東西的時候呢 它也這樣可以很省力的收起來 可以買啊 這台車給我感覺就是很輕巧 然後轉彎很靈活 所以像如果需要在那種小巷子啊 迴轉啊 或者是停車什麼的 這台車的便利性 完全不會輸入小巴採 然後開起來行路品質更不用講 它這個開高速公路上 整個隔音啊 還是底盤的穩定性 都比小巴採好很多 所以這個我還蠻喜歡的 有東西就是在日本看到 他們用這個側滑門打開 然後放盆才很方便 而且它底盤很低啊 所以它這個高度其實 還蠻夠用的 一下 可以喔 側滑門真的是蠻方便的 而且它好像還會自動吸對不對 真的吸起來 真的是 不錯 我今天使用下來的感覺是 它空間真的蠻大的 我現在把所有的工具都放進去之後 其實 還剩很多空間 然後再來就是載盆栽的部分 那它的空間像它低底盤 所以它的那個車內高度其實蠻夠的 所以我覺得我載盆栽是 可以載蠻多的 那還有一個優點就是它是側滑門 因為側滑門就是你在開的時候 你就不用整個打開門 所以它在 你在停在路邊要卸貨啊 或者是停在牆邊要卸貨 它相對來講是 比較不會受到阻礙 這一點也是它在使用上會 比較符合我的一個地方 所以以工作來講的話 它算是蠻實用的車啦 那 如果說問我會不會考慮這台車 作為一個 自己的店的工作車的話 我自己是覺得會列入考慮的清單當中 因為它的整體使用下來的經驗是蠻好的 然後開起來也蠻好開的這樣 看完以上兩組的素人試駕體驗 相信你已經很清楚 Sienta是怎麼幫助我們成家的業 所以如果你的心中也有相同的想法的話 那麼趕快去轉身間看車吧